在未来世界 人类的生理年龄会被定格在25岁 一旦超过了25岁就只剩下一年时间 而此时手臂上会出现一个时间表 不停地计算着你还剩下多少时间 一旦时间用完 这个人就会死去 所以人们将时间当成了货币来交易 赌博花时间 坐车花时间 买早点也要花时间 同时这也意味着富人可以永生 男主威尔恨不幸的生下来就是一个穷人 现年28岁的他在一个工厂上班维持生计 一晚他像平时一样来到酒吧 结果撞见一个拥有一百年时间的富人 正被一群终点强盗抢劫 威尔于心不忍 于是救了他 没想到富人还不领情 原来他已经活了105岁了 也就是活腻了想追求死亡 同时他也将富人区的秘密告诉了威尔 原来富人区全靠平民为他们工作才能运转 富人生下来就什么都不用做 穷人却要拼死拼活的为一分一秒搏命 之后他趁威尔睡着把自己的时间传给了威尔 而自己在时间清零的时候跳进了河里 威尔一下子拥有了100年时间 但拽这么多时间也意味着他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他准备带老妈离开平民区 晚上他回家想给老妈一个惊喜 可是老妈却因为时间用尽倒在了威尔面前 背痛的威尔决定到富人区 为所有和妈妈一样的平民讨回公道 他伪装成富人和时间银行的行长进行赌博 并冒险将自己的所有时间都用赌桌上 最后不仅赢了几百年时间回来 还赢得了行长的女儿小夕的赏识 就在两人互生好感的时候 时间守护者突然闯了进来 这里的时间守护者就相当于警察的作用 不过他的存在只为了守护富人的时间 守护者二话不说就扣除了威尔 原来之前那个富人的尸体被发现了 守护者通过监控锁定了嫌疑犯是威尔 并为了惩罚他将他的时间全部扣除 只给他留下了两个小时做口供 威尔试图和守护者讲道理 说他的时间是富人送来的 不是抢来的 可惜时间守护者根本不相信他 无奈之下威尔绑架了行长的女儿小夕 并开着车回到了平民区 没想到中了终点强盗设下的陷阱 他们的车翻到了路边 俩人也昏迷不醒 终点强盗将小夕的时间拿走了 只给他剩下半个小时 眼看两人即将时间用尽 小夕只好用随身携带的钻石耳环兑换时间 暂时得到了两天的时间 之后威尔打电话给行长 用小夕向行长勒索时间 没想到被行长拒绝了 威尔这边眼看计划失败 便准备将小夕放回去 但被家人伤透了心的小夕 决定和威尔一起 他们首先抢了钱来抓捕威尔的时间守护者 然后又抢了一个路过的富人 终于凑够路费去到富人去 并在小夕的协助下抢了他家的银行 威尔将这些抢来的时间都分发给穷人 但这也为穷人们带来了新的麻烦 富人不断抬物价 而穷人也因为有了时间被终点强盗盯上 还有人为此丧命 随着事件越闹越大 守护者也奉命前去抓捕威尔和小夕 但被他们给逃脱了 之后威尔和小夕躲进了一间酒店 却再次被终点强盗给盯上 强盗和威尔进行了掰手腕对决 凭借着主角光环 威尔最终赢得了胜利 而强盗因时间耗尽死在了桌上 为了能更好地帮助穷人 威尔和小夕回到富人区 威胁行长拿出了一百万年的时间 并将这一百万年分给了穷人们 守护者一看大事不妙 这样下去世界将会大乱 于是赶紧前去抓捕威尔 但是就在他即将抓住威尔和小夕的时候 却突然倒在了地上 原来守护者的时间是按照天算的 而他因为一心想抓捕威尔 忘了领取薪水 所以在时间用尽之后 他也失去了性命 守护者死后 威尔发现他们俩的时间也即将好尽 原本威尔打算牺牲自己救小夕 但他突然想起时间守护者的薪水 最后他们凭借守护者的薪水 再次拥有了新生 而穷人们因为有了时间 通通离开了工厂 涌进了富人区 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新的转变 而威尔和小夕继续过着劫富济贫的生活 这部电影是上映于2011年的时间规划局 有意思的是 为了体现片中节省时间的观念 角色们的鞋子都不是携带款式 而是粘贴扣 在影片的前半段 为我们呈现的是时间带来的紧迫感 用时间来比喻金钱 揭示了资本主意间的巨大贫富差距 这个利益十分新颖 且很有讨论意义 但到了后期却变成了一部 侠侣闯荡江湖的动作电影 渐渐的落入了俗套 不过电影里的角色都很养眼就对了 好了 今天电影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 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